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志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正呼 汉书 汉朝的治国方针演变之中 存在一个霸王道杂志 青春版 道独尊儒术 道霸王道杂志 其建版的演变过程 对于独尊儒术这个词汇 想必很多人都十分熟悉了 对于霸王道杂志的这个说法 关注汉朝历史 或者看过楚汉传奇之类的 汉朝影视剧的读者 估计也大多听说过 可有谁知道霸王道杂志 到底是什么 又来源于什么 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霸王道杂志 顾名思义 就是将霸道与王道结合使用 那么何为霸道 何为王道呢 简单来说 霸道就是通过武力 刑法 权势等统治天下的政策 而王道 在《现代帝王学说》当中指的是 通过民间的人情社会 道德标准等方式 在不违背政治和法律的情况下 所使用的治国方针 在古时候 有个更加简单的解释 那就是使用仁义 统治天下的方法 霸道主要来源于法家 法家相信制定明确的法律 就能够治理好国家 而事实上 商样殿法也取到了足够的成效 秦朝之成立 也在于霸道的推行 项羽令人闻风丧胆 靠的也是无人能挡的武力 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 都让霸道由此深入人心 而王道 则主要来源于儒家 儒家讲究在人心中 建立一套自我约束机制 这套机制 表现在对仁义礼之信 三纲五常等等的遵循上来 通过在人心中 埋下对修身 圣读等等优秀品质的坚守 从而令人们遵纪守法 使得君臣官民共襄盛举的太平盛世之貌 得以出现 在汉朝建立之初 汉武帝实行的制度 其实就是霸王道杂志的青春版 之所以要如此 是因为一方面 秦朝的强大跟项羽的雄武 这都让人见识到了霸道可以带来的力量 以及过分霸道所能引起的巨大负面效果 同时 因为秦朝时期焚书坑儒 儒学在秦朝时被严重压抑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汉家本身更加倾向于儒家学说 何况儒家学说 在春秋时期 就已经是各家当中独占凹头的大家 儒家学说中提出的 对大同世界的和平美满之愿景 对当时宝京战乱的百姓和朝廷 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因此 在汉朝建立之初 霸道和王道就因为其本身的优点 而在汉朝并行 但此时的霸王道杂志还十分盲目 只是因为经验和喜好而被采用 而并未深刻分析其中内涵 直到董仲书对儒家进行了深刻解构 了解了儒家学说 对于汉朝稳定可以带来的巨大费益之时 真正的 霸王道杂志的制度 才正式开始形成 因为儒家学说 本身应用于道德和教化之上 相对而言缺乏具体的标准 因此在实施起来具有很大的难度 因此 汉武帝虽然说是独尊儒术 但实际上并未完全使用儒学来治理国家 而是在董仲书等人系统研究儒学的同时 也研究法家等霸道学说 从而将王道与霸道深刻剖析其中利弊 并最终将其融合 最终形成了西汉中后期的旗舰版 霸王道杂志的制度 其表现在于 西汉的治国之政乃是外法内容 也就是使用明确的法律典章乃至理法标准 来为人们的行为划定一个底线 而后在这底线之上 再使用儒家学说来构建道德等方面的上层建筑 这在很多汉朝学者的理论当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东汉思想家王冲就曾经提出鬼德利化 优势理乱的思想 前者就是注重王道的教化 而后者则注重霸道的法理 西汉儒宗的书孙通也曾有言 妇孺者难与进取 可与守成 这也是强调了王道的稳定性和霸道的进取性 也是王道与霸道相结合的思想 而诸如此类的例子还不胜枚举 也正是因为汉朝实行这种霸王道杂志的制度 使得汉朝得以延续了四百多年 是后来所有封建王朝当中最久的 另外 霸王道杂志提出的外法内容 德行适中的思想 还影响了之后 几乎所有朝代的治国理念 包括现在我们的法律 也一直在寻求一个人情 道德与规矩 刑法之间的平衡点 足见汉朝时期霸王道杂志政策的巨大影响力 感谢观看